欢迎收看最佛心幽默的财经节目 理财达人秀 我是李兆华 好星期六 大家的目光都放在台积电的雄本场开幕了 台积电最近都是撑盘的要角 但是一直都没有在创高 那台股上个礼拜一 我们讲到会触及万九 结果上个礼拜五就来到万九了 到底现在这样冲冲冲 下一步该怎么走 我们看到四面八方 都有很多人在做了部分获利了结 像是美国的女股神伍德 也在卖台积电的ADR 她也在卖NVIDIA 到底这个时间点是获利了结的时间点 还是休息以后再上的时间点 我们要分清楚 好这就要来请教今天的三位来宾了 首先第一位是我们的股市师公 永年老师 好永年老师就是万九的始作俑者了 因为上个礼拜一来才讲哦 两件事 他第一个提到台股他看万九 但是礼拜五就到了呢 第二件事 他还是非常看好台积电 赵华说过 之前我们都有点怕怕的 觉得台积电上700之后 会不会709T变成大学长呢 今天永年老师告诉你 台积电就算看到九字头都不为过哦 但这次不是马上了 这次毕竟有可能长多要休息一下下 休息一下下的时候 我们要锁定谁呢 其实重点族群里面还有很多好股票 以及基隆股 今年都还没有发威哦 有机会在休息的时候 看他们做一下表演了 好第二位哦是我们的标股制造机 产业队长张杰 哇张杰队长对产业趋势的掌握度 跟信心度 我觉得真的是哦 全台股恐怕无人能及了 但是他讲了很多股票都已经飙上天了 现在到底该怎么处理呢 像今天最重要的一件事 MWC展热闹开场哦 那在这个MWC展里面 我们知道网通细光子都很强 但是我们该怎么挑才能强者很强 哦我们以前讲过 股票恐怕没有雪中送炭对不对 但队长告诉你有的 有时候我们不用一昧的追逐标股 我们可以看一下雪中送炭也有好股票哦 好第三位是我们的选股教练 维泰 当我们听完全面一箩的标股的时候 你会想怎么办 半导体设备股已经飞天了 IC设计已经飞天了 台积电我要等哦 我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 不要担心 今天维泰带来一档有关 半导体上游的ETF 他不是着重在台股哦 他是美股跟日股的关键半导体了 好这些半导体股票搭配起来 成为一档ETF之后 再和台股做配合 相信大家可以赚好赚满哦 好首先有请我们的施工 永远老师 是 这次还不能讲姜是老的辣吗 哈哈哈 姜是都很辣 哈哈哈 姜都很辣哦 你这个上礼拜一来讲到万九 是 我就想你会不会太冲了 嘿 对结果礼拜五就万九了呢 就是啊 哈哈哈 怎么会这样子呢 好那我们今天 从万九开始 不就等于礼拜五要两万了吗 哈哈哈 哎呀这个也太急切了一点哦 是 那么其实我们讲句实在话了哦 这个万九 哎 这个一万九站上 如果还站稳的话 对 那么下一道关卡呢 应该差不多在一万九千三到一万九千五 是 我们现在要看两万 还太早了一点哦 看两万太早了 但是这个标题啊 我跟我们团队确认过 是您讲的 是没有错 就是我本人讲的 对 台积如果九百台股当然两万啊 对啊 那个不过那是以后的事情 哦 没有那么快 等一下我会详细的跟大家说明一下 好 好不好 那现阶段我们该怎么做 好 现在呢我们还是看台积电 好 看台积电 其实这个应该讲说了 台积电 就是说上个礼拜六呢 这个熊奔 熊奔场开幕之后 那大家想说 哎 那这个激情都过后了 那是不是哎 哈哈哈 你为什么笑成这个样子 这个礼拜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话题呢 是 其他题材呢 有啊 怎么会没有呢 大家看一下哦 熊奔场开幕 它定毛效应出来了 哦 那这个张东彭董事长讲说 未来全球再盖10座晶圆场 它不是指所有的这些 这个半导体厂 是指台积电 哦 全球要盖10座晶圆场 是 所以呢 会造成什么结果 大家看一下 涨幅已经大的设备股 我们暂时的先观望一下 因为总有个技术性的回档 那么 可是暂时不要追高 今天开始MWC展开幕 所以我认为说 网通股可以注意一下 那另外呢 这个三月份 要召开电价工作小组会议了 终于啊 要 他们是不是要 不是要讨论什么问题 而是要电价到底要调多少 而且这一次好像是 大户跟一般民众都会被调了 对 所以呢 会 谁会好 会好在呢 这一些的重电股 对不对 还有一个 大家可能没有注意到的 就是呢 金融股法说会要起跑 这个礼拜开始要起跑了 玉山金跟第一金 要开始打头证了 好 话不多说 就到大盘了 好 到底呢 是多少呢 好 OK 我们先看大盘 再来看台积电 大盘我这样子讲 是 我们从这个 这个开红盘的那一天 开始起算 对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今天是第八天 飞波男子系数的时间转折点 是今天 那今天收红 理论上来讲 接下来呢 应该有机会再涨个五天左右 到第十三天 那可是呢 明天会变成一个决定点 明天变成决定点呢 就是说明天如果收红的话 那大概就没有问题了 就是到可以大概可以走到三月五号左右 那可是反过来讲明天如果是收黑的话 就有可能会震荡拉回到三月五号左右 可是呢 涨上去当然有机会会回档 可是跌下来是不是有机会呢 再往上走呢 也有机会哦 为什么 因为我们认为呢 现在的盘势呢 这个按照我们过去的跟大家讲法就是呢 前十大那个外资买超前十大金额 之后的走势会怎么样 通常是一个区间震荡的走势 所以呢 大概会上上下下 那么 如果往上走的话 会到哪里呢 一万九千三百点左右 才多三百点哦 三百点 我听了那么多 我以为你要讲出一个 好啦 我们在紧绷一万九千五 好不好 一个 一个礼拜涨 而且这个礼拜只有四个交易日 对 对不对 二号放假 不要太贪心啦 OK好 那么至于说台积电来讲的话 其实我是认为 在短线上 当然大家现在看到 大概 就是抢折要 这个站稳七百块 对不对 大家会有点疑虑 可是呢 从技术面上来看的话 我觉得它 站稳七百块 应该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这技术面上来看 那从这个基本面上来看呢 它到底可以到多少呢 我上次来讲是 是它可以 应该可以到七百二十块 对不对 我们用三十六 三十六块的这个EPS 乘以二十倍的本益比 然后七百二十块 那么我们当时的讲法是说 以前台积电 外资给台积电的买点 是二十倍的本益比 卖点是三十倍的本益比 所以我们取其中间 二十五倍的本益比是多少 九百块 好 你是用今年的EPS 对 用今年的EPS 因为明年的EPS 已经很多人把台积电 估到四十块以上 是 没错 那所以我们现在假设 明年它的EPS 我们假设是四十块 到四十五块之间的话 那么我们就乘以最低的本益比 二十倍 是 就八百到九百 好 也不离谱 对啊 不离谱 是不是 也不是乱说的 对啊 哎呀 我们怎么会乱说呢 我们一定是有所本的 那么如果说整个大盘 它的涨幅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 就是涨得非常的高 譬如说到两万一千点 两万两千点的这个位置的话 那么我们现在假设 它有机会到三十倍的本益比 三十倍的本益比 我们还是按照今年的三十六块来算的话 是多少钱 一千零八十块 好 但是因为像今天的量能就又比较缩起来 对 台积电要这样子网上攻 真的需要外资对不对 或是大资金推移吗 是的 没有错 还是要靠外资 那外资什么时候会进来呢 二十九号 二十九号MSC 对 没有错 吓我一跳 五年以来第一次调高我们的权重 那这些被动的这些基因 这些外资要不要进来啊 对不对 它进来的话它要买谁啊 台积电嘛 是不是 OK好啊就这样子 MACI的运作逻辑其实也很简单啦 因为台股一直涨 所以它理应要调升权重 但入股一直跌嘛 所以理应我们的权重 对是应该 在这样对比一下 对对对对没有错的 OK好 那接下来呢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重电股 是 重电股今年真的不会寂寞了 为什么不会寂寞呢 大家看一下 去年就没寂寞 对 只有一两档有点寂寞 大家可能会想说 已经涨那么多了会不会寂寞 不会啊 为什么不会因为呢 AI用电量惊人 是 你知道吗 你看一下 AI模型训练所需要的电力比100个家庭 这个家庭呢 全年的用量还要多 其实这个是个小case 真正的重点在哪里 台积电的用电量 现在2024年会到多少呢 因为这个台积电呢 它的新厂一直在 一直在扩建当中 一直在增加新厂 所以呢 我们估计啦 按照这个成长的比例 到了明年的话 那大概用电量 占全国的用电量的10%左右 大概是应该跑不掉的 那对于这些的重电股呢 当然就是利多的消息 而且呢 你大家去看哦 光是今年过去三个月呢 台电标案的 这个概况是怎么样 得标的标数 大家可以看 中兴电25个标 中兴电最多哦 对 然后所以它今天为什么会这么强 对不对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它的金额是多少 34.1亿 然后华晨 然后市电雅力大同 哇 这个都是十几亿起算 三个月而已哦 所以呢 我们可以看到 今年以来 这些重电股的涨幅是多少 大家看一下市电 今年 现在二月还没过完 涨了48% 一月营收创历史新高之后猛飙啊 对猛飙一阵子 中兴电也是涨了30% 翻身了 哦翻身了 雅力呢25% 华晨64% 哦华晨是最夸张的一张股票啊 我还记得当年呢 这个要突破100块的时候 哇大家想说哦 这赚很多了可以跑了 然后现在 我记得200多产业队长也有做了 就是重电股的分析 很多人说200多了还做什么分析 对对对 哇这是不是要害人啊 对对对 OK 我们常常碰到这种情况 OK好 那么比较没有涨到的是谁 像是东元 他今年只涨了3.5% 很多人在问东元怎么还不动呢 对哦 然后这个大同也涨了14%而已哦 那电线电缆股呢 也是一样哦 电线电缆股倒是涨的不多 倒是不多 可是呢 你可以看这个华融外资 2月份 我们光是2月份 买超多少张 3500张 大雅买超1万 将近1万7000张 对不对 宏泰外资是卖超的 可是益泰呢 是买超的 然后合积也是买超的 嗯 石工因为今天华晨对不对 对 往下压的关系 所以很多重电族群是冲上去又下来 毕竟他叫领头羊 对没错 当大哥被关对于整个族群 到底是二弟要上来 还是大家会比较长不动 哦 其实二弟很凶哦 所以二弟也不见得会上来哦 倒是一些小弟可能会跟上来 是哦 我们有可能趁大哥关紧币 小弟会上来 对啊 通常都是这样啊 通常都是这样 好 对啊哦 OK好 那么我们就看一下小弟了 大同 对不对 大同现在股价今天多少钱 48块 刚才我们看华晨多少钱 500多块 是不是哦 这个大小小差这么多 所以应该要动一下吧 理论上啦 然后我们看一下 这是他日线图 你们看到 他其实呢 才刚刚突破了盘整区 然后呢 重点在这 我们从技术面来看 上礼拜四呢 留了很长的上影线 你以为他结束了 对不对 对不起 没有 为什么呢 因为呢 上礼拜五跟今天呢 他用了两个比较小的量 把这个上影线完全吃掉了 这表示什么 这表示他上礼拜 留了很长的上影线 是洗盘量 也是一个良性换手量 所以呢 理论上来讲 他整理一下 他再往上攻的空间 应该还有的 就是补涨的空间 应该蛮大的 然后呢 我们再来看 就是电线电缆的 今天大雅 今天大雅呢 大家可以看 哇 他留那么长上影线 然后又说黑黑 他有机会吗 是 其实呢 我们应该可以这样子讲 你可以看 他这边呢 做了一个底部 而且他现在已经站上了 所有的短中期的移动经线 所以 技术面向来讲 对他来讲 是这个有利的 那一月份的营收年增率 35.5% 那其实呢 他们的这个营收 还有盈余呢 其实都相当的稳定 是 相当稳定 那么现在我们就要看 他电线电缆的 今年出货的量 会不会大幅度的增加 如预期大幅度的增加 那短 短线来讲的话 我们简单的讲 他只要能够守住十日线的话 他还是在一个多头格局里面 那么如果他能够像这个大同一样 那明天后天 他把今天的上影线完全吃掉的话 那这只股票 大概在短线上就要开始起涨了 可以注意一下 好 好 再过来呢 我们讲到这个冷门股了 金融股 那到现在来讲的话 今年来讲 大家就觉得说 他们好像已经有一些的涨幅了 可是又很温吞 对不对 重点在哪里 重点在说 那今年的预估的殖利率 应该不会太高吧 因为去年很低嘛 那今年应该不会太高 可是呢 这些往往呢 其实利多都是在默默的酝酿之中 那上个 上次我们有讲过富邦金 那今天我们就不再讲他了 今天呢 我们开始看 讲的是什么 中信金跟元大金 为什么讲他们呢 其实大家可以注意看 这一些的股票 今年的涨幅 对 你不要以为是今天 好 今年不动如山 不动就是不动 对 你看 还有跌的 那么要还给他们的公道吧 这才叫寂寞呢 对不对 这个 不要买了一个寂寞就好 然后大家可以看 看他们的这个预估的殖利率 去年的时候预估殖利率是多少 大概是百分之2点多到百分之3 百分之2到百分之3 那今年呢 明显的出现成长 中信金我们的预估大概是百分之4.76 百分之8 百分之4.8左右 然后呢元大金也是一样 差不多在位置 永峰金还有呢 开发金 其实他们的预估值率都蛮高的 那富邦金呢 哇 这个不得了 他们今年1月的EPS 你看成长年增率是多少 百分之120 国泰金年增率百分之490 应该都有些汇兑收益上的利多 一个是汇兑收益 第二个呢是因为去年的1到5月呢 还有这个付那个赔偿 房险的赔偿 那今年都没有了 所以呢它大幅度的成长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那所以呢我们看一下个股来讲的话 我们是介绍中信金 也是稳稳的啦 非常稳 非常稳 那为什么会这么稳呢 因为呢大家注意看一下 今年以来 三大法人合金买下多少张 16.9万张 而且呢 它是稳稳的站在所有的移动均线之上 那当然大家可能会讲说 它已经是接近它这个历史的高点 30块9毛5已经接近了 可是呢你不要忘了 他们的这个 他们的隐含的殖利率到目前为止 还有4.8%左右 所以呢这档股票呢 我觉得安全 是 上档并没有什么严重的套牢压力 那至少它是安全的 就算不飙起来 那也算安全 另外还有一个重点 因为呢我们的历史上告诉我们说什么 当这个金融股开始大涨的时候 是 就是才是呢 股市的见到高点的时候 不是 到底谁是最后一棒这件事情 现在是众说分与 是 传统上金融股算是 好 OK 所以呢他们还没有到最后一棒 就起来 所以他还是有机会的 好我们要相信江海是老的啦 好啊 去年你说金融股不能涨 他们就不敢涨 是 现在你说可以涨了 对 他们可以涨了 是的没有错 非常谢谢施工又年老师 好广告回来 我们看一下科技股现在最热的MWC展开幕了 那我们的联发科哦 哇 已经把前面这个1100的点 突破了往1200的历史高点迈进 到底这个世界行动通讯展有多威 里面哪些新产品 跟我们的台股息息相关呢 产业队长第一手掌握独家资料哦 好去年的MWC展哦 当时叫做景气热 但是展场里面很热闹哦 也预告了去年一整年电子股的行情 那今年呢 今年就热了 今年开幕就涌进了10万人哦 那新产品的应用哦 也看得出来在股价上有发威 最近矽光子的表现 特别强 那到底这个MWC展 我们还可以注意哪些公司呢 这些就要来请教产业队长了 因为你都有在跑公司 而且你对标股的嗅觉之敏锐 有时候让我非常的震撼 好说好说 对对对对 今天施工在对不对 就是有一些股票 偶尔不小心涨这样子而已 然后嫩姜也会辣啦 是嫩姜也会辣对对对 会辣的都是好姜 会辣的都是好姜对对对 今天发哥其实股价要往上冲了 是的 前面有一个高点1100块左右 已经把它突破了 历史高点1200块 对 有没有机会看到呢 今天盘中已经过了 盘中已经 搜搜115啦 所以这边历史高点 是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MWC 那MWC其实很简单 谁去参展谁就有关系 因为你不会很奇怪的什么炸鸡排去参展嘛 那他可能进不去 所以第一个 你从台湾参赏的这50家公司 去做分类 那可能可以分成手机 晶片类或者是NBPC 或者是AI 那当然像网通啦 这个是 这个核勤扣 智义明泰 这些网通通通讯的 跟通讯相关 WiFi相关的 这个 因为他就是所谓的这个世界通讯大会 对 所以其实很多网通 也偷偷的激起 偷偷的动起来 是 OK 那巴塞隆 就是昨天 礼拜天 因为这个西班牙比我们早7 还是11个小时 所以其实里面天就已经有10万个人去了 所以头发乱了 人多了 这个有厂子热了 对 那厂子热其实很简单 今天的盘面最重要就是CPO 这个call package的细光子跟AI PIN 这个几乎全部涨停 你就不得不说他真的厉害 那当然 聚焦AI手机Galaxy的S24 他第一个秀出说 我的可以即时翻译 然后因为我们上一次来理财达人秀 我们就讲AI手机的功能 没错 包括即时翻译 或者是说他可以做这个 线上这个去背景 或者是把这个拍照 然后挡到你的把它去掉 好 所以在折叠手机 还有所谓的一些相关的一个 手机的一个计划 大家都万众瞩目 那我们就来先回顾一下 上一次我们说雪中送炭 那我记得赵华说 跌破这个 那个什么 发股票之后是 这个贴席是不是 贴席 那时候正代贴席 然后赵华就问我说怎么办 我说这个股票 绝对不是一代权王 是重返荣耀 而且我还说了金句 挫折只是过程 大赚早已决定 是 挫折只是过程 大赚早已决定 好的公司就是这样 所以这个股票因为 AI手机全部 目前有三四款 除了三星以外 包括OPPO Vivo 小米中心联想华为库派 以后不用天机9300 他还有别的选择吗 就是高通跟联发科而已 所以过去的白牌 现在的王牌啦 更新我们上次讲完 整理打出一个WD 那现在刚好今天早上来解套 解套 一样解套我们就雪中送炭 挫折只是过程 这个股票我跟大家预告一下 不好意思 我就直接讲完 好 6月之后 是 机种很多 好 不管WiFi 7的啦 或是手机 他是做手机的这个什么 电磁波检测 机种还没出来 所以你先再给他 酝酿一下 不得了 对比联发科要记得这句话 挫折只是过程 大赚早已决定 好 所以这个部分 虽然我们1月19号节目 讲完更新 联发科讲完更新 对 我对他还是信息满满 好 OK 那智慧型手机 其实我给大家建议就是看 所谓的 渗透率叫做Penetration Rate 那其实渗透率叫做刚刚开始 永远不迟 未来5年3年要到40% 给大家来回顾历史 跳到2013年 2013年 2013年到16年 是我们台湾古王大力光 从1000、2000、3000、3000、4000、5000到6000 你看我都垫脚尖了 曾经有在PTT上面有个古王理论 他说台湾就是产业动来动去 只要1000块以上就放空 温潭 例如说以前国泰 1000多 洪达电 1300 往上去 要加300 空下去 和申堂 999 所有都没有人想得到台湾 有人可以到2000 一直这个双镜头手机的渗透率 我们讲那个时候 13年到16年 它的渗透率从大概13% 后来到了接近有8成 所以现在每一个人的手机后面都是双镜头 是 所以 AI手机我认为才刚开始 那 接下来除了AI手机以外 联发科长多了 我们有没有更好的一个想法 新的东西叫做 AI PIN OK 那AI PIN很厉害的公司 就是叫做这个 Uptiver 它在MWC参展 OK 那AI PIN主要 其实它还有网罗一些 这个苹果之前的人 而且卖2万多块钱 我们讲两三个简单的 就是说 你再把它挂在这个胸前 拍完照之后 直接问他 用嘴巴问 请问这颗火龙果 这颗火龙果 它的热量 它的水蜜桃 不是 它的维生素C 这不能乱 老虎老鼠 不能看不清楚 你怎么看着火龙果含水蜜桃 到底在想什么 不好意思 颜色很像 颜色很像 然后呢 它就直接问他说 热量怎么样 那搞不好有履历 生产履历 他扫一下 马上就跑出来 或者是你今天 想要做一些 这个所谓的小抄 你再跟他问一下问题 然后他就投影在你的手上 队长自己手上有小抄 有小抄 这个就没有PIN 他自己用手写的 以后不用了 太滑了 我们下次就 有带到 没关系 OK 所以下次就可以 这个 用AI PIN来投影 那当然等一下 我们会归纳整理一些相关的股票 好 也就是他们的获利 越不起眼的涨越多 越不起眼的反而是在休息 那很简单一件事情 就是有梦最美 因为这个技术很难 它是要把光 发光的东西跟半导体 整个包在一起 靠package 所以我觉得分两派 如果你是务实派的 叮咚叮咚 好好的看一些网通 很多好的网通公司 包括像5388的钟蕾 可能忘记列到 我就嘴巴补充 包括像2345的智芳 他做switch 他从50G 到200G 到400G 到800G 这个传输的速度 一定要加快 不管有没有kull package 不あと可以wn tonight 包括光搜发模组 我们刚刚讲的 基本上 都是所谓的这个 这就比较充足 光搜发模组 就充足 所以武器 network 是比较保守组的 是 Kull 收发模组 基本上你看像 上全 然后 滑心光联均 這些獲利其實真的就是趙華講的 沒有那麼好,沒有那麼亮眼 那這個部分大家就是要小心 那當然我們等一下會各股做解析 我挑出我喜歡的 給大家來做研究的一個方向拋光影域 那AI-PIN也是 AI-PIN有很多機優股 例如說像6732的身家 那他做這個MANS應用 還有這個所謂的 Ambition Light Sensor 簡稱就是說,例如說你手機 有時候拿起來 他這邊螢幕很亮 然後靠近他就變暗 這叫做光感測 Ambition Light Sensor 或者是說你講麥克風 講聲音,然後靠他有這個聲音 靠近大小的 這個是生家 那最厲害的我覺得是這個 所以想像空間最大的 我覺得6679玉碳 業績也不錯 那我覺得業績比較普通的 包括華遜、智維、系統 是 那包括微投影這個競爭也比較多 像原項、預創 我會認為上半部分競爭者比較少 那相對獲利其實也蠻多的 這個部分給大家來做參考 好,那我們就先講Call Package 然後再講AI-PIN 就是你喜歡的 是,我喜歡的 喜歡的就最飆 沒有開玩笑 他最近這個量價奇陽 對 那獲利雖然還沒出來 去年好不容易虧轉移 所以基本面基本上 不需要太去在意他財務面 沿著技術線型操作 好,技術線型 這個部分呢 雖然施工是專家 就追蹤施工就好 那我要講的是 強勢股首舞日線 簡單第一個 可是你要講你喜歡他的原因 原因對 就是這個大客戶呢 就是我們台灣 蠻大的晶圓代工廠 聽說我們只能這樣子講 因為有時候 這個小道消息 或是一些法人之間的訊息 沒有證實 公司也沒有證實 我覺得可靠度蠻高 原因是什麼呢 第一個 他的這個大股東的持有 四百張千張 其實有偷偷增加 然後跟那個喜歡穿皮衣的那個男人 聽說呢 也有在做所謂的 這個小量的認證 所以這個新聞有寫 我就可以講 所以如果他的好朋友 一起做這個 co-working的 是那個男人跟我們很大的晶圓廠 我相信我喜歡他這個理由 可以說服你們 好 那當然他長多 長多必須會做技術性的拉回 包括補缺口 或者是回測五日線 我都覺得有可能 但是這就是 我心目中覺得他的題材性很夠 好 那當然聯軍是做 華新光跟這個上全的下游 是 是做這個 COT封裝的 他是做這個封裝 那他也是 就是老牌的GEO股 那公司是在中永和 所以這個是雷射二極體的封裝 叫做TO CAM封裝 TO CAM封裝 所以基本上這個發光模組 不管是500G 400G 聯軍都有一份 那他的股價也比較沒有那麼嚇人 這個部分我個人也是穩健的首選 好 那這個最後華新光 他反而最近比較沒有表現 休息 而且他的業績成長明明是裡面 看起來是比較亮眼的喔 重點就是趙華講的 他去年一次長高了 長太多了 對 就像這個我高二一次長10公分 高三就沒長了 去年長到冰冰砰砰 長到金天地氣鬼神 那他獲利也跟上了 所以這個部分 我覺得他還是受惠 他還是受惠 那大客戶也有申請 叫做Mavelle 那Mavelle有說 我這個東西是很好的 我這個400G要倍增 所以基本上華新光也是不錯的 那他會不會二度發運呢 我覺得會 我這問的好 為什麼 因為他的老大哥 這媽媽有給他喝那個什麼 中醬湯 不是開玩笑 Mavelle就說這很好嘛 是 那你一直給他灌下去給他喝 一直跳一直喝牛奶 高三高四 甚至當冰淺都有可能再長 好可能大一會再重新發育 對所以等大人 只要跟對大人 我相信這個有機會 重新發育 這個我覺得這一段收視率一定飆高 好 那6732我們講過了 他其實是老牌的基歐股 所以他的這個 母公司也好 子公司也都很務實 母公司細創 對 細創 那這個部分 包括他的這個 Ambition Lite 還有一些感測元件 基本上你看他 前三季就賺十塊 所以這是好的公司 那一值本一筆也很高 只是說那個感測元件 大部分手機前陣子都不好 前兩年是連續兩年都不好 所以他現在 隨著MWC 隨著AIP 隨著手機好 我覺得是蠻好的 那最後一檔 或者是兩檔是裕太 我覺得籌碼很乾淨 而且他在聯發科的轉投資 是的 然後他的獲利其實也不錯 那我講小道消息 聽說今年可能是賺二十塊以上 那只能說是聽說 因為他還沒有做出來 我沒有辦法確定 但是基本上他的MANS麥克風 很多手機都認證 那手機AI之後 要NB 要PC 那用到他的東西 包括像我們的AI PIN 也是用到他的MANS麥克風 所以這個部分來講的話 就是這個MANS麥克風跟AI PIN 還有CPU 這兩個大主題 給大家分享 道理財達人秀講 小道消息也可能會變大道消息 是的 但是也希望公司 能夠如預期 把好的成績單交出來 因為畢竟股價也算漲到蠻高了 是的 所以大家還是要謹慎小心這樣子 好 這邊非常謝謝產業隊長張傑 隊長 就這個MWC展 到底有沒有關心哪些新產品應用 以及對應的台股給了一個方向 你會覺得有些公司他很積憂 但是股價比較溫吞 事實上那也沒有關係 因為產業趨勢沒有 好便 他適合你的風險承受度 可能比較中低的投資人 當然你想沖一把 沒賺錢卻飆到天上的細光子 今天隊長也給了方向 因為他們有夢 這個夢是跟大廠結合在一起的 現在沒有獲利 您不用看他的財報啦 可是夢加上技術面的操作 也許你可以掌握到標股下一步的動態 好廣告回來 我們聽了那麼多的標股 每一檔你都想買 每一檔你都會怕 那到底該怎麼辦 當然就是交給ETF囉 台灣現在發行的ETF越來越多元 那現在熊本場的開幕也讓大家關注到 日本的半導體 美國的半導體 有很多非常棒的上游可以買 但是我們該怎麼買 就要靠ETF囉 好我們有聽到 這個張宗盟董事長有說 台積電未來要在全世界喔 擴10座晶圓廠 要在全世界擴廠 厲害的不只是台積電 更要供應給台積電 不管是他的設備啦 他的原料 他的材料 這些廠商很多可能都不在台灣喔 反而會在美國 在日本這些地方 那我們要怎麼樣投資到這些厲害的上游原料呢 這就要靠ETF來幫我們達成囉 所以玄谷教練今天帶來厲害的東西喔 我先來看一下 今天大家最關心的事情 就是我們的半導體教父 張忠謀先生開金口 這個金你可以寫成是這個金 你也可以寫成是金片的金 金片的金 為什麼呢 因為他說接下來啊 AI晶片的需求會太驚人了 而且這個需求呢 並不是用片來去做計算喔 而是用廠去做計算 未來台積電光是台積電 他就要新蓋什麼 10座的晶圓廠 而且這10座的計算會造成什麼樣的效應呢 日本 半導體製造的復興啊 他有講1968年在德宜就跑去日本了嘛 對 但當時可能因為日本國力太強盛 沒有什麼要看不上 看不上 對不對 可是這一次不一樣喔 時空環境在變遷喔 這一次呢 台積電光是在熊本廠的設廠 對 就推動了日本的經濟效益 上看4.3兆的新台幣 是 那由於他這一次的設廠 使得呢 日本的這個所謂的經濟產業大神宣布 還要再補助什麼 熊本二廠 好二廠了 7320億的日圓 特用化學跟矽晶圓日本非常厲害耶 對啊 我們台廠供應鏈還 就是要代理他們的東西 自己做還比較沒有辦法 沒有錯 所以其實一般市場上面的人都不一定知道 是 日本人在半導體產業的地位 日本的半導體設備 全球市占率高達35% 半導體材料部分剛剛趙華有提到 等一些所謂的化學特用品的部分 全球市占50% 這塊真的很厲害 所以如果說今天台積電要去這個 另外再蓋這個10座經驗廠的話 那當然這個所謂日本相關的一個 這個半導體產業 應該就會直接的受益 所以可以觀察到日經指數的部分 對 在今年再度創下歷史新高 今天盤中來到3938.08點 快要4萬了 對快要4萬了 我們快2萬他們快4萬 對加油 好 那麼在這個背後呢 有一些這個隨半導體的一個設備大廠 日本第一大的東京威力科創 今年以來大漲45% 然後施克林集團 他在今年也上漲67% 哇這個跟美國的標股已經差不多了 而且是今年以來 對不對 今年以來 那在這樣子一個情況之下 跟台積電有相關的供應鏈 應該就會直接的受益 如果你有去這個 不管是Google搜尋 或者是一般的這個所謂手機 或者是這個所謂看賣軟體 你如果去打這個所謂台積電供應鏈 是 哇那個個股是一螺框 對 一螺框 所以我們還是要幫大家 稍微篩選一下 就是體質比較好的 好 月營收能夠有雙位數成長的 再來籌碼面的部分呢 法人齒股最好是能夠超過8% 然後還是要有獲利 而且市值不能太小 要大於100億的 所以大概幫大家篩選出來 這一張的一個表格 OK 那有星雲啊 台積電之外 星雲、金彩、雅翔、佳登 中砂、凡宣、長興、永光 漢科、三浮化跟紅塑 他們這些個股 他們1月份的營收的表現 淡季喔 完全看不出來是淡季的表現 他們都是有雙位數 有些甚至有三位數的一個成長 那這些所謂的一個半導體上游的 這些的一個不管是設備 或者是這個所謂的原材料 外資都持有這麼多 就代表他們對它非常有信心 而且裡面有好幾檔都是已經 股價創歷史新高 對 一段時間了 是的 而且都還回不來 對 所以我們現在幫大家找找看 有沒有哪一些個股 有可能還有 像剛剛市公說的 有界往上去做補漲的 是 還沒有漲的很多的 例如說像今天的永光 化學的部分 永光化學的部分 那它最主要是在做這個光阻劑 光阻劑的部分 OK 那最近的一個股價 這兩天呢 相對這個禮拜 對 看上個禮拜 都各自有出現這種所謂代量往上攻的一個表態 那事實上就它的一個股價的一個表現 在這邊也整理出一個大底 而且在最近呢 可以觀察到 大戶的持股比例正在增加 是 但散戶的持股比例卻是在減少 OK 尤其是外資的部分 在這邊低檔之後 就持續再去做一個布局 是 所以這樣子的一個籌碼結構 跟股價的表現 看起來它的一個股價型態底部算是蠻扎實的 是 好 再來 光照核 光照核的一個部分就是佳登 可是佳登已經算創高了耶 對不對 很難說它是補長了 對 不過最近也可以發現到就是 大戶的持股比例在往上做增加 這可能是剛剛隊長所說的 就是 再發育 二度發育 大戶這邊再加碼 然後這邊減少 重點是呢 這一次呢 它的再發育 海洋次的大補完 誰 投信 投信 在這邊去做加入 所以為什麼它的股價這麼兇 就大概就是跟這個籌碼面的結構 有很大的關係 確實 因為之前佳登有大漲過一次了 是 然後修正之後 這次再創高 休息 再往上做走高 OK 好 所以這些個股呢 我覺得有一些是真真實實 就是落後的補長 有些是整理完之後 再往上做創高的 OK 對於一般投資人來講 一定會有一些就是 追高的一些疑慮在 OK 那怎麼辦呢 怎麼辦呢 好 我們剛剛說了 我們可以去挑一些就是 不是台北股市 然後是屬於就是 全球性眼光去挑選的 這些所謂的上游 半導體上游的一個公司 因為有很多人也講 對不對 他們也想要投資股外的股市 想投美股 想投日股 是 可是你還要再去開戶 或是換成當地的貨幣的時候 沒錯 就覺得麻煩以及擔心 對 所以要投資全球最好的工具 就是利用ETF OK 那這一次呢 像剛剛張忠謀先生 所提到的 這種所謂的一個 這個晶圓廠 要大幅度的一個擴廠 所以從NVIDIA開始 然後呢 延伸到台積電 延伸到台積電 它呢 上游的這些一個廠商 設備供應鏈 包括像東京威力科狀 艾斯摩爾 應用材料 新月化學 林德集團等等 那這一些的一個上游 國際的這些上游的這個 這個大廠 是 發現到 他們今年以來的一個股價漲幅 都不小 對 在艾斯摩爾呢 今年來漲23.3% 應用材料 今年來漲21.6% 然後再來是東京威力科狀 這個是日本第一大半導體設備廠商 今年以來漲了45% 然後科林研發也漲了18% 他們之前也都有漲過 所以說像剛剛呢 不管是在永光 或者加登 或者其他我們台灣的其他的這個 這個設備股 有沒有可能再發育 像國際大廠一樣 我認為是有可能的 我認為是有可能的 那這些全球半導體的設備廠 像這樣的大廠特長 那我們該怎麼辦呢 為什麼他們會大廠特長 主要原因就是因為他們其實 從財報的表現上面 是非常好的 也亮眼 從這一季的一個財報數字來看 很多都是什麼 優於分析師預期 甚至對未來展望的部分 基本上也都是什麼 有很好的一個展望 甚至像艾斯摩爾 毛利率預估48%到49% 你可能覺得不多 其實我很佩服艾斯摩爾 因為他講說 今年他覺得好像還好 但明年2025會非常好 是 華爾街就買單 對 好 所以呢 這些的這個所謂的一個 設備公司 或這個所謂的上游材料公司 事實上他們的一個多頭 看起來應該會持續一年兩年到三年 也就是說 台積電在蓋廠 如果還在繼續蓋 他的多頭就會持續下去 是不是如果台積電明年賺四十幾塊 對他們都會有貢獻的 對沒錯 那除了他們這個產業的特性有好消息之外 各國的政府也推出了所謂半導體的補助政策 包括美國有推出晶片法案 歐洲也有晶片法案 日本也有推出後5G的基金研發補助 所以看起來這個是民間 還有像政府都雙管旗下 在針對半導體產業去進行所謂的一個資本支出 是 好 那今年的話很多人都有提到想增持美股 想增持日股 因為日股也創高了嗎 沒錯 好 好那剛剛提到了有ETF可以幫我們來做補強 對不對 你一邊可以買台股 一邊用ETF補足你國外持股的部分 好那到底有哪一檔ETF呢 能夠去包含這麼多的所謂的全球性的半導體上游的一個廠商 就是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00941中性上游半導體ETF 他強調就是上游 他只focus在上游 好 雖然說你覺得好像只focus上游這樣夠嗎 可是我跟各位講 其實我覺得以目前台灣的半導體ETF 大多數是focus在下游 是 包括像台積電 聯發哥 日月光等等 很少幾乎是沒有 是 在投資上游的半導體 而且他是海外的 對不對 海外的公司 這我覺得這檔ETF可以補足了我們在投資半導體產業的一些需求 是 OK 那這裡面包括像是艾斯姆我剛剛提到 持股就8% 然後呢 巴斯夫 材料製造這些 都是屬於在 不管全球最大化學公司 全球前三大半導體設備製造商 全球最大氫氣氮氣製造商等等的 都是數一數二有頭有臉的半導體設備公司 而且跟台股算是互補的唷 對 因為他們的很多技術領先 我們目前台廠還沒有辦法跟上 對沒錯 他們有很好的一個所謂領先優勢 所以在這一檔所謂中性上游半導體ETF來講 他就是有什麼 有這個所謂的毛利率 這個關鍵主導力專利 還有政策驅動力這三大力 OK 那他這些個股可以發現到 他的這個國家都是在什麼 美國46% 美國居多 然後最近最強勢的日本 好 日本第二 這兩個國家最近的股市都非常強勢 是 那包括像荷蘭、法國、德國都有 OK 那產業配置上就是怎麼樣 51.2%在半導體設備 48.8%在所謂材料製造 OK 那我們這麼好的一個半導體ETF 他是在今天 今天啊 才開始募集 今天募集啊 對 他是2月26號到3月1號 才做一個所謂的一個募集 募集 募集期間 對 那增購價也 很便宜 大概就只有15塊錢 15塊就是一般ETF掛牌價對不對 很多人說ETF掛牌一段時間 大家知道 漲了 對小資族壓力變大了 但現在剛掛牌 剛好就是15塊錢的掛牌價 就不會說去買高了 OK 好 那這些ETF呢 他的這個篩選的一個機制 我覺得也相當不錯 跟大家簡單講一下 從剛剛這些所謂的半導體的一個產業發展大國裡面去挑 市值1億美金以上的 然後從市值的排行裡面挑前25檔 好 那麼在產業的部分呢 也是一樣 按照他們的一個營收占比 超過50%的把它抓進來 然後呢在最近3個月的均量達到100萬美金之上 然後呢他也是一樣用總市值的排名去挑前25檔 25檔算比較集中了一點喔 對 所以他整體來看我認為說其實他就是挑就是全球裡面呢 就是市值排名比較大的龍頭的指標股 好龍頭指標股也不用多喔 會漲的就會漲 是的 OK好 那這檔這個半導體上游的ETF00941 那他到底過去這個指數的一個績效怎麼樣 還是要回測一下績效啦 還是要看一下 投資人還是很重視這個啦 對 可以發現到這個是他的圖形 對 藍色這個呢就是這個他所追蹤的ISFACET 上游半導體指數的一個表現 哇 206.4% 真的有人去編這個上游半導體指數嗎 對對對 現在編指數也很厲害 是的 那如果說從數字來看 可以發現到 最近一年的報酬率高達48% 哎呀相見恨晚呀 真的喔 怎麼現在才發 最近這三年也有43% 而且他下輔值1.28% 下輔值越高越好喔 對喔 所以在這樣子的一個就是指數的編制 能夠有這麼好的表現之下 我們認為這檔ETF在未來的一年兩年三年 或者在未來半導體產業還在持續擴充資本支出的時候 我覺得這個是投資朋友可以去優先選擇的標的 好因為我們知道產業型的ETF有時候標起來真的很快對不對 沒錯 但是他波動可能大一些些 所以我們在投資的策略上面有沒有給投資一些建議呢 好因為現在呢剛剛提到不管是美股或者是日本股市都在相對的一個高大 對都創高 甚至包括台北股市也是 但是因為他是屬於中長多趨勢沒有改變的ETF 我覺得現在空手投資可以用定期定額的方式 先佐量去做佈局 甚至如果拉回 例如是拉回10% 15% 再去做例如說這是定額的加碼 好等於是要有一些基本的配置 不要錯過這波半導體上漲的熱潮對不對 就像剛剛詹華所說的 你漲上去根本就不回來 好二度發育了 好這邊非常謝謝我們的選股教練維泰 謝謝詹華 好這檔00941中信上游半導體強調在上游喔 從今天開始募集到3月1號為止 掛牌價是15塊錢 很適合小資族喔 如果您對這些關鍵半導體 他們已經漲很多上游半導體都已經飆到天上去 覺得不知道該怎麼入手該怎麼參與的話 ETF就是您最好的選擇 而且因為裡面海外持股是比較多的喔 也可以跟您台股的半導體部位 做一個互補跟搭配提供您做參考了 不過投資基金或是ETF都還是有風險的 有賺有賠喔 申購錢一定要詳閱公開說明書 好今天非常謝謝三位來賓喔 這個台股日股美股都在高檔盤選的時候 到底怎麼選股 事實上題材是不會變的 如果擔心的話 台股還有很多落後補漲的好股票 提供給您做選擇喔 那也希望今天理財團秀對您投資有幫助喔 明天再會了 掰掰 掰掰 我們 ролик 我們到現在錄製 抓住冷靜製 Equip我們到現在月安排 都會有策畔 我們要留給你 請你到這裡 可不可以 我們不用客氣 不要保留 我就跟我們